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您說您要和中國進行交流 對於這一點我是表示肯定的態度 但是在台灣某些人民眼中 這個舉動是所謂他們的賣台的行為 那你要怎麼教育民眾說 台灣跟中國交流是必要的呢 很多人把跟中國交流當作賣台 我倒覺得是這樣 剛才講過作為外科醫生 他最大特色的務實 我們現在看看一些數字 台灣大概有36萬到38萬的大陸配偶 你想想看他一個人就成一 嫁給老公成二 如果生一個小孩就成三 在台灣跟陸配有關的大概有100萬人 你想想看我們為什麼在自己的環境裡面 先把某一些人化成敵人 還有一點台灣現在對大陸的輸出 我們整個出口額大概高的時候43% 低也有39%是到中國大陸 然後我們現在台商在中國 我一直問說到底台商在中國有多少人 有人跟我說100萬 有人跟我說200萬 好吧就算100萬 我們有100萬的台灣人在大陸 我們有38萬的陸配在台灣 我們出口43%到中國 然後我們去2022年出超市1千億美金 請注意是美金不是台幣 1千億美金如果換成台幣是三兆 我覺得是這樣啦 面對中國大陸的交流我們必須務實地去處理說 我們現在要面對哪些問題 所以我不希望說抗中保台最後變成義和團 這難道是我們喜歡的嗎 所以我們要很務實地去面對說 我們要怎麼處理中國問題 我最近去美國國務院你知道 其實他們也在 當然他們也認為台灣不應該有戰爭 但是我跟你講 巴菲特會把台積電的股票賣掉撤資 這還是一個警訊 我跟你講沒有比商人更敏感的 商人會趕快把錢撤走你知道 就表示這個地方是有危險的 理論上台灣不會有戰爭 但是它還是有風險 為什麼 插箱走歐的風險 因為從人類歷史上看 我們有太多的戰爭是意外造成的 我每次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跟大陸交友的態度是這樣的 有交流增加善意 最起碼避免誤解 避免擦槍走火 特別在這個很緊繃的狀態下 也降低戰爭的風險 我們要很實務地去跟台灣人民講說 你有你的意識形態 但是我們還是要很務實地去面對 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這是我對大陸交友的態度 法律對於行政而言 更像是一種行政的原則跟依據 然後是給予執法者的規範跟保護的功能 現在有一些就是重力好客的這種事件 那一般的民眾對於執法者 就是比較持於肯定的態度 但是也有相關的法律工作者 對於就是相關的員警 就是盡量提醒他就是有違法的問題 那就是想要詢問您 就是法律對您而言 是什麼樣的目的以及功能違和 坦白講我每次說我們希望台灣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什麼叫正常的國家 其中一樣就是司法是公平的 其實更重要的是司法是被信任的 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司法不能被人民信任 沒完沒了 因為被判刑的人也不服氣 所以這的確是這樣 我每次說建立一個可信的政府 建立一個可信的司法制度 這是台灣最重要的 所以論語裡面寫 好像是指貢問政 指貢問那個孔子說政治要怎麼做 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以 足食嘛要有東西吃 足兵軍備要夠 最重要的是民信之以 人民是相信政府的 吃得飽有武器 然後人民相信政府 然後後來指貢問他說哪一個最重要 孔子說民信之以 如果老百姓都不信任政府 你在經濟再好也沒有用 軍隊再好也沒有用 根本就沒辦法團結合作 所以建立一個可信的政府 這是很重要 至少在我從政以後 你知道嗎 我一直覺得這是我們很大的問題 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太低了 為什麼 因為政府真的不可信 隨便講一個 我們真的2025可以揮核家園 你明明那個再生能源就追不上來 難道真的到時候要用愛發電嗎 老百姓都知道這不可能 我自己處理過了 我為什麼跟民進黨翻臉 就是從基隆輕軌開始的 因為對我的世界裡面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你怎麼弄一個計畫根本沒辦法執行 那就擺明是騙的 我就不高興了 但是他們覺得說政治上應該就是 互相擺明 你說我的朋友 就不可以吐我的槽 就要擺明 但是我覺得這不對 為什麼 如果這樣長期下去 人民不相信政府 沒完沒了 我剛剛從你的那些論述中 我其實有察覺到 你是想要突破藍綠的那種 以往兩黨的那種 鬥爭的那種趨勢 是想要成為第三勢力 去作為中間的那種力量 但是我有一個引文就是說 以目前民眾黨的說勢力吧 還是影響力來說 可能還沒有藍綠那麼大 那你要怎麼突破 以往的傳統的藍綠的那種框架 然後去融合藍綠 讓他們有交流 而不是像現在這種分裂的情況 在國民黨跟民進黨 已經存在的狀態下 到底台灣民眾黨怎麼突圍 我要跟大家講 千里之行死一堆 要走一千里的路 從底下那一步開始走 請大家想想看 過去三年 台灣民眾黨是 從趨勢上來看 他是越來越強 這跟那個 我們前面兩千年以後 出現的這個第三勢力 從新黨、親民黨 時代力量到台聯 他們都是成立那天最強 然後慢慢下去 所以台灣民眾黨 是一步一步一直在擴張 你知道為什麼嗎 認真跟努力 認真是一種文化 你知道 我要常常跟 特別今天在座跟各位年輕人講 認真是一種文化 我每次在台北市政府 那陳惠都常常 這一句話是最常講的 我們為什麼堅持七點半上班 你知道 認真 因為你慢慢的去把你的思想 去跟其他人講 然後組織慢慢的做 而且我們在擴張的過程當中 還是儘量維持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不用說因為擴充太快 去犧牲掉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一步一步穩插穩打 所以各位同學想想看 三年前台灣民眾黨在哪裡 一個成立三年半的政黨 已經可以跟其他兩黨 已經到了幾乎要對抗的程度 他是有在成長的 所以每次以前李登輝總統 最常跟我講的那句話 那四十年沒改革問題 你不用想四年改革 這句話有對的地方 也有錯的地方 四十年的問題 當然沒有辦法四年解決 但是你現在不做 四十年後還是一樣 所以是這樣 我當然不可能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什麼事都不做 這國家總會改變 所以常常說 我每次說我們從人類歷史上看 你看基督教是從一個人開始的 一個人然後十二使徒 然後一步這樣擴張 所以絕對不要看到當前的困難 就放棄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騎一日雙台 理由就是這樣 因為那這個感覺 你知道齁 在一天之內騎520公里 它就這種毅力的展現 所以你們都不曉得 為什麼我很喜歡騎那個一日北高一日雙台 那是一種 意志力的磨練 一種對自己的期望 我是日文系的學生 那應該也是你口中說 可以縮編的那類 那我想問的是 就是這兩天啊 因為你自詩是最能跟中國 跟美國對話的人 那但是你又 格萊怡說你是中共最放心的人 然後你擅自解讀 我也說是中美最放心的人 那這個舉動也引來 格萊怡他的嚴正反駁 那我想問的是 這個扭曲甚至隨意解讀的行為 已經造成美國反感 那要怎麼樣成為讓美國最信任 最放心的人 有位同學講格萊怡那件事情 其實對我來講是這樣 我們遇到任何攻擊 我們總是要化解攻擊 轉成對我方有利 他只是說 因為他的原文裡面就是說 美國對賴清德感到不安 那中國是一定反對賴清德 這不用講 甚至我現在最怕的是 中國把賴清德的當選當作面子之爭 那就很麻煩 因為在華人文化裡面 面子是一個很難處理的問題 面子 所以中國大陸當然不喜歡賴清德 我知道 侯友宜跟大陸也比較少來往 從過去的紀錄 私底下有沒有我不知道 所以總是不熟悉 那我是這樣 我辦過巴士雙塵論壇 辦過一次世大運 你說我們跟大陸方面 背後的折衝多的是 那多少談判 可是這樣 常常是 你在談判過程當中 他也慢慢知道說 你的作用 我要跟大家講 不管對美國或是對中國 有一個最重要的態度 No surprise 所以我去美國國務院的時候 他也一再表達說 對於台灣的選舉 我們一定是中立的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No surprise 政治上叫No surprise 另外意思是什麼 正直誠信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大家事先講好 所以是這樣 你說我們美國 是不是對柯文哲最信任 我倒覺得是這樣 最起碼他知道我是一個No surprise的人 就是說不會前面講一套 後面講一套 這樣變來變去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 就把正直誠信 當作這個政治組織一個 first one first one first one的priority 正直誠信是一個在 人家說政治就是變來變去 我一直反對 因為是這樣 我發現你知道 正直誠信 長期而言它的利益更大 所以我是主張正直誠信 所以不管對中國 或對美國 正直誠信 No surprise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化 也許一時間 耍耍小聰明 騙騙人家可以得到好處 但是長期而言 我覺得講誠實還是比較好 就是這樣 So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那我想請教主席 對於環境政策 以及能源政策的規劃為何 以及這些規劃呢 該如何帶領台灣 邁向2050近零碳牌的道路 環保其實是一種態度 你要知道我們台北市 台北市民你知道 我們很多局 環保局的滿意度是最高 可以達到80% 在台北市用環保為名 推動政策都很容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我們在推那個 像那個禁用一次性餐具 坦白講我今天來 還是看到說 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要不是因為疫情 你知道 我認為已經全部被我改掉 禁用瓶裝水 很容易 這個也比較好推 環保是個態度 其實簡單的講就是 你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講完了 它這個態度 所以包括財政距離也是個 也是一個環保的概念 就是說 你把這一代全都花完了 叫下一代負債 再留子孫 這就不是環保的概念 環保的精神就是 我們要留下一個 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 那理論上 也有個人的經驗 在台北市環保是很容易推動 這個經驗 能源是這樣 這要很務實的處理問題 我倒覺得是這樣 還是那一句話 我常說我們政治 不要老是打高空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台灣的能源問題 其實它哪裡是什麼問題 就明白的我們來解決問題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對核四的態度 蓋也對不蓋也對 花了三千億台幣 一度電都沒有發 這不對 這就沒有務實 還有一點 如果你要台積電 台積電是富國省善 可是單單一家台積電 它的總耗電量 比台北市還多 要吃掉5% 如果那個台南高雄那個蓋好 它吃掉台灣總耗電量的10% 不得了 所以任何東西都是有代價 你要發展高耗能產業 那你不能說 我要台積電 我不要核電 所以有時候我們真的 國人要坐下來想想看 到底我們如何在現實 跟你的 你個人的理想之間 取一個平衡 所以能源問題 我覺得這哪裡是什麼問題 就把問題擺出來 發電量多少 然後我的態度不要老是打高空 還有點要很務實跟老百姓講 燒天然氣比較乾淨 我也知道啊 可是燒天然氣比燒煤 每一度電多0.8元 你現在用光電風電 那個風電買到一度5塊多的 燒煤炭才不到2塊 這個 可以啊 你要環保要什麼 那個錢就要多 你不能說 我電費不准你漲 什麼都不 這不是真實的世界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我們如何開始 我認為老百姓是可以對話 人家說這個 老百姓只是想要占便宜 我不認為 你很清楚跟人家講說 我們國家的困境就是這樣 還有一點 像電影 這不是只有發電的問題 我們整個電網 改成智慧電網 這個現在就要開始做了 這國家基礎建設 所以我們的問題 為什麼能源一直不能解決 第一 打高空意識形態 沒有科學化 還有一點 如果我們現在全台灣 你知道 每個電表都改成智慧電表 然後那個電表 那個耗電 不同的時間電費不一樣 那個消風停骨就解決了 消風停骨 你聽得懂嗎 我們那個發 我們電的使用量不是平的 夏天的中午特別高 所以你用差別費率 你知道嗎 這個所以是 如果是來決定的話 就下令從今天開始 要裝電表 只能裝智慧電表 開始改過去 那整個台灣的智慧電網 要重做 那個都發好幾千億才做得起來 是又是不是又不是 我們能源 我們就要很誠實地面對 你不要用那麼多電 那你就不能發展高耗電的產業 有沒有例子 有英國 英國是平均碳排量下降 GDP成長的國家 因為它整個國家產業轉型 所以你不能台灣 你又發展高耗電產業 然後說我不要發電 那台積電怎麼亂 我認為老百姓聽得懂 你跟他講說 我們國家的困境就是這樣 他聽得懂 所以關於能源你知道 他就是誠實就好 台灣現在每年就是 因為交通的關係 史上人數很多 那您覺得 未來可以用什麼交通規劃的做法 來改善現況 還有就是台灣現在缺水缺電 那您覺得台灣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改善 缺工以及低薪的問題 然後缺電的部分的話就是 因為瑞典那邊的話 以廢棄物來發電很有名 那您覺得台灣是否可以向瑞典學習 謝謝 台北市的每10萬人的交通那個死亡人數 每10萬人車禍死亡人數 就全台灣最低的 我最近去台南演講 我說你們曉得不曉得 台南是台北的四倍 可是這個要怎麼解決 我還是那一句話 每次都認真這種文化 你知道我們台北市 解決那個車禍是怎麼做的 兩個 一個是靈體交通改善計畫 就在巷子裡面畫那個綠色人型通道 畫那個有效 一畫那個車禍下降40幾%的 還有一個叫車禍熱點計畫 因為每次車禍 我就給他Google Map給他發電 然後過去五年哪個地方車禍最多 然後就開始做交通改善計畫 把熱點一個一個解決掉 持續的一直改進 我剛才看到那何國榮坐在這裡 這個臨體交通改善計畫就是他 他開始了 我跟你講看起來很無聊 有效 臨體交通改善計畫 你看全台灣有哪一個城市 有這種在向這邊畫綠色人型通道 只有台北市啊 那有什麼偉大的政績嗎 不是 他就是要毅力耐心 然後一直推一直推 所以台北市的車禍死亡人數 是全台灣最低的 那至於這種缺工啦 缺水缺電缺工五缺的問題 還是一樣嘛 誠實的面對問題 缺工跟低薪怎麼會同時存在 沒有道理啊 經濟學不是價格就兩條線決定嗎 工跟虛嘛 你缺工 那怎麼會低薪資 缺工一定高薪資啊 這表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們有學非所用的問題 還有一點啦 你缺的工都是那種地階的 那種便宜的工 所以大家也不想幹 所以是這樣啦 整個產業要升級 整個教育要轉型 還是那句話啦 我不認為說我們的國家你知道 那些問題都很難解決 都可以解決 為什麼一直沒有解決 過去2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 讓所有的政治人物都開始短線操作 他只想我這一次選舉怎麼辦 他不會想說20年後怎麼辦 一個國家沒有長期計畫 因為我期待他有沒有要解決五缺的問題 未來十年喔 台灣有40家大學要關門 很簡單啊少子化啊 就是沒有學生啊 除非你開放入生 不然 我的年紀啦 我那年出生44萬人 現在出生13萬人 13萬多還不到14萬 學生就剩下三分之都不到 你大學當然找不到學生 可是我要問的是 未來十年有40家大學要關門 請問是今天才發現的嗎 18年前那年出生的小孩子人數 就知道18年後會出問題 那為什麼過去18年不做任何動作 這才是國家的問題嘛 所以喔 一個沒有罵理性思考 沒有罵務實做事 也沒有長期規劃 你怎麼期待台灣會是亞洲的強國 不可能嘛 台灣民眾黨目前正在擴張 但是台灣民眾黨在中南部所吸納的人選 或者是政治人物 其實很多都是具有一些爭議的地方勢力 台灣民眾黨在中南部提出的人選跟形象 其實是 我認為是遠遠不及於北部的 那 要怎麼避免這樣的問題 就是 當台灣民眾黨在擴張的同時 是否 一樣 就是是否他們的形象都是很好的 那要怎麼就是避免像 我不知道這樣講好不好 我不要太政治不正確 就是要怎麼避免 比較形象沒有不好的人 然後 讓台灣民眾黨的形象受損 相對 We do our best 我們盡力去 還有一點 我常常 這時候我的概念 你知道 因為我是醫生出身的 你知道 我常常說我們要把 不管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都希望他可以向善 可以進步 而不是說他是壞人 所以老實講 像最近 那個選爸爸那件事情 問我的話我是不贊成 你就是 他只要犯過這種罪 你就把他 從此他讓在這個社會隔絕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這個社會 還需要設更生人協會 乾脆只要犯一個小罪 全部把他槍斃就好了 所以 你看看 我們小時候念那個 悲慘世界 那個賽萬上那個例子 你為什麼讓一個人 永遠沒有辦法在這個社會 反身 我們是鼓勵一個向善的社會 而不是 而不是把那些人 都全部棄決在這個社會 這是觀念上的問題 所以常常政治上 不要做表態的 切割 其實你就是在鼓勵這個社會 不善良的一面 你說這些人沒有用 我們要把他隔絕掉 我們是讓那些人變好 不是嗎 您之前有提到過 台灣目前在教育的想法 會影響到未來工作的供需 那禮主現在是大於文主的 那在你看來 你覺得教育要怎麼改革 那說邊怎麼說 擴邊怎麼擴 那行政資源又要怎麼 向教育分配 到底大學你知道 它的科技怎麼調整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你知道 我們用公司的概念來講 工廠喔 不是生產它可以生產的東西 工廠要生產 市場上需要的東西 我跟你講喔 十年後最重要的十個工作 有五個現在還沒出現 因為這個社會已經開始進入 那快速變化的時代 我跟你講喔 隨便講一個 我最近就我熟悉的醫學 CHATGVP出現 人工智慧 我估計啦 五年後 不是用手的醫學都掛掉了 聽得懂嗎 不是用手的 你要是做內視鏡 做新導管 這個醫生會存在 你如果是 叛讀X光片 叛讀病理切片 我跟他一定掛掉 因為怎麼 你不會比那個更厲害 比方說讀看X光片 看MRI 看那個 看那個 病理切片 所以病理科 X光科一定首當其衝 但是那個做新導管 做那個 血管飾養 那個會存在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是用手的醫生 我看都危險了 因為喔 他 他如果純粹只是問診 你知道 恐怕那個比你還厲害 所以你看看喔 連我們醫學系都要做很 就是醫學系 每不同的科 人數都要開始調整 所以再講一遍 工廠是生產 市場上需要的東西 不是生產 它能夠生產的東西 所以坦白講 整個國家應當 市場的需要去調整它的科系 那如果調整太慢 你知道 就會出現學非手用的問題 啊 這個就是教育部的問題嘛 要熱誠一點 啊 大概我也知道 轉 其實最困難的是轉型的問題 主席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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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推行2030雙語國家政策 我們身為台大的學生 也受到權益於授課EMI的影響 那科前市長 作為前台大教授 想請問是否認同2030雙語國家政策 以及高教端的這個語言單一化 那是我會聽取民間團體 以及學生建議停止2030的雙語政策 或是政策檢討 納入學生的意見 所以剛剛您說的共榮共好 想針對就是剛剛同學提問 教育的部分進行延伸說 針對台灣的族群政策 語言政策以及教育政策的看法為何 我跟你講 2030怎麼可能雙語教育成功 我跟你講2016年我去新加坡 全世界推行雙語教育 有成功的國家新加坡 我去新加坡的時候 我去找他們的教育部長 我真的跟他教育部長談過話 我說新加坡怎麼推雙語教育 結果他拿了一本書給我 他說這個你拿回去讀 那本書叫李光耀傳 我跟他講說我沒有時間 你直接告訴我答案就好 他說推雙語教育 新加坡花了28年 你知道為什麼嗎 已經在教了老師要改變很難 本來沒有在教 用英文在教課老師 突然叫他用教課不容易 所以他要花28年的時間 把那些老師慢慢換掉 所以能夠教雙語老師要進來 才有辦法解決 新加坡要花28年 台灣算 好吧 你算最厲害 給你一半打折一半 14年 所以為什麼 我們政治常常談口號 你看我們在台北推雙語教育 第一年兩個學校 第二年六個學校 十三個學校 二十八個學校 五十六 到我要離開的時候 2022年9月 七十八個學校 你想想看 台北市 錢又比較多 然後又有長期的規劃 要編教材 要編那個雙語四肢 我從2016開始推 到我2022 我花了六年的時間 才三分之一的學校 我在推雙語教育 雙語教育的定義是 三分之以上課程用英文教 叫雙語教育 我說我們的定義是這樣 所以怎麼會有人講說 2020什麼雙語什麼 還有一點 小朋友的學生 就這麼多 時間又這麼多 你要母語教育 要雙語教育 還有國語教育 你告訴我你到底是要怎麼上 所以這種東西要拿出來討論 老實講 但他們在台北市政府 為了這個討論很久 所以我跟你講 什麼2030什麼雙語 怎麼可能 新加坡都花28年了 你台灣要花幾年 所以我跟大家講 還是那句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更重要 你也不要幻想 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國家會改變 不可能 我們需要是長期規劃 很堅定的一直往前進 所以我絕對 我覺得是這樣 我再講一遍 我反對換一個總統 要換六千個 換六千個政府官或基要 這表示文官制度破壞 文官制度一旦破壞 沒有辦法 國家再也沒有辦法長期規劃 雙語教育哪裡是 只要我們決定了 就不是那個誰 誰換總統 這個政策就被改掉 賴清德當行政院長說 我推雙語教育 現在就不見了 所以一旦政策確定 這是國家政策 全民公司 大家有的 好就這樣 不管誰當總統 他就要往前進 雙語教育不是2030可以完成 新加坡都花了28年 台北市花6年 也不過讓三分之一的學校 可以雙語教育 我們台灣怎麼可能 教育的問題 教育是百年大計 他需要時間 我想問的是關於房價問題 前陣子民進黨 許多政治人物 對於房價有些失言 比方說賴清德副總統說 你沒有看到房價在降嗎 或者是林又昌部長說 青年買不起房子 是因為沒有規劃 這是勞動部市長李俊一說 這個歡迎青年到嘉義買房 所以我想問的是 柯文哲主席如果將來明年 能夠有幸 擔任我們中華民國總統 的話要怎麼樣解決 青年買不起房子 這個問題 如何實現居住正義 我跟你講 這個至少要花一個鐘頭 做完整的想像 我也同樣跟你講一個概念 如果台北市需要5萬戶 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 才能開始對房價產生抑制作用 5萬戶 每年開工2500戶 要花20年的時間 因為2500戶 乘20年才5萬戶 今天就是關鍵在這裡 我剛才有這樣拋放的沒有講 我就直接問 蔡淵文上任到現在 請問中央自己蓋的社會住宅 以完工的幾戶 0 以開工 我們拿出來講 我記得我半年前跟他看是700戶 台北市一年開工2500戶 因為一個房子蓋好要4年 到第4年就1萬戶了 我是實際蓋過社會住宅的人 1萬戶同時在開工 整個公務局快死了 因為他還要修理馬路 還要水溝 他本來就有他的工程 額外還在同時蓋1萬戶 1萬戶社會住宅同時在開工 壓力多大 邊預算 驗收 我每次講想都沒有想到 蓋到一半竟然廠商倒閉 我遇到過萬華青年住宅 蓋到一半廠商倒閉 上游拿錢跑了 下游沒拿到錢 天啊 我要去散後 1萬戶社會住宅同時在開工 多辛苦 所以為什麼其他地方都做不太起來就是這樣 可是1萬戶同時在開工 1年才開工2500戶 要蓋5萬戶要20年的時間 所以比方說台灣的房價 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的問題都不是一天造成的 都是好多年前就知道了 所以我說 未來10年要關40家大學 是今天才知道的 勞勞要破產 是今天才知道的 這不是10幾年前就知道了 為什麼都不做 反正就 下一任再處理 我這一關混過去就好 可以騙也先騙 下一次再換個題目來騙 沒有 我就每次點名那個基隆輕軌 基隆輕軌變基隆捷運 到現在路線要改了 我跟你講不可能啦 他邊那個預算不可能蓋得完 我是實際蓋過捷運的人 我怎麼不曉得 所以就不要打高空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講實話 然後很清楚跟老百姓講 高房價的問題 絕對不是一兩年可以解決的 他是要很長期去解決 只是說你現在不做 20年後還是一樣 在柯市長卸任前夕 有試辦開放機車夜間行駛中校西路 那如今看起來狀況很好 北市府也有可能擴大辦理 那在未來 如果您當上總統 您會如何推動交通平權的問題呢 那是否有可能廢除 道交交規則第99條 關於機車應該要靠右行駛 並且應該要兩段式左轉的規定 其實這也反映一個 我們在台灣人 思維的一個問題在哪裡 機車能不能左轉 如果機車你知道 比照汽車全部一條線 你不可以紅燈的時候就跑到前面去 一樣把機車當作汽車這樣走的話 隨時可以右轉 就按照紅綠燈右轉沒問題 今天的問題就是說 你又要往前竄 然後又要右轉 又要左轉 這才會出問題 我跟你講這個問題在我們市政府討論很多次 為什麼台灣道路的設計很困難 我跟你講理由 因為在外國它只有行人跟汽車 了不起加上自行車 主要是汽車跟行人 我們台灣的路面同時要設計四種東西 汽車 機車 腳踏車 還有行人 在同一個路面上設計四種使用 困難度變得很大 所以回答你的話 如果機車要左轉 其實我跟你講 那個當時在宗宵西路測試 我說不用測我都知道答案 但是我們有沒有跟人講說 從今天開始 如果你機車不要亂竄 就按照汽車的那個 那個車道來走 可以左轉啊 說不行 但是你不能我又要這樣 又要那樣 我說不行 所以不能只想全力不想義務 這很重要概念 這是我對那個機車平權的看法 主席您對 就是兩岸要溝通交流這一點 非常的重視 那我想問一下 主席要基於什麼樣的基礎 才能跟對岸和平交流跟對話呢 您會承認九二共識嗎 或是如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話 那有什麼另外的方法 可以和平跟對岸對話呢 我想請問您 就是您剛剛兩岸論述的問題 就是請問要怎麼做到 就是您剛剛所說的 就是既對抗然後又合作 會不會有可能是 可能中共就是覺得是說 在某些領域我們跟他對抗之後 在其他領域就很難再去跟他合作 請問就是這樣既合作又對抗的 整個就是政策就是要如何 就是實際的執行力大概要怎麼執行 一開始我講台灣自主 兩岸和平 我已經講我的底線了 在這底線下我們來談 你都不讓我自主 我不能決定我的命運 開什麼玩笑 當然只要跟你拼命 所以是這樣啦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我這次去美國 我覺得我跟美國高層 高層在談論當中 我唯一跟他們意見不同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相信普世價值 如果我們相信普世價值 你為什麼認為中國永遠不會有民主自由 所以我們還是要鼓勵他可以民主化自由化 我說你們現在每天把他圍堵 他從來沒有改變他的本質 他一直在想要怎麼突圍 你是想一直怎麼圍起來 我說最後一定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要有效的讓中國也進入文明社會 來接受國際的這種文明國家的規則 所以我剛才講說 Never give up to change from China 這是我的概念 這是我跟美國方面 他們高層唯一在這個地方不太一致 其他要軍費要GDP 3% 疫情什麼的看法都一樣 但是我就說 Never give up to change from China 這是我個人的理念 如果我是真的執政者 我相當程度會開放大學給陸生來台 那你會講說裡面夾雜幾個鬼爹什麼 那另外 但是我們要有信心說 我們的民主自由制度 我們的生活方式可以改變他 或是可以讓他覺得我們這個是比較好的 所以這樣 Shot power跟Hot power的 硬實力就是我強迫你遵守的行為 這叫硬實力 軟實力就是我說服你相信我是比較好的 台灣有可能跟中國搞硬實力嗎 不可能 可是我們對自己的民主自由制度還是有信心 所以與大陸交往是這樣 就是說我也跟你表明 我願意跟你和好相處 但是我有底線 我也知道你有底線 在這個彼此的底線範圍內 大家想辦法來談 文化交流總是不會有問題 比較不會有問題 但互相對方 每邊都在想統戰對方 這我也知道 所以如果我們辦個什麼 什麼象棋比賽 這個不要笑 圍棋比賽 這個歌舞團交流 我記得我2017年去大陸的時候 我就把台北市的熱舞 高中熱舞隊帶去 這個總是沒有爭議 文化的交流就可以做 不要沒有爭議 賺錢 這大家可以討論 不管美金人民幣都是錢 這可以討論 政治上現在也沒有辦法 所以是這樣 這就是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 應該競爭的時候競爭 必須對抗的時候對抗 所以原則上就按照這三個原則 這個問題是可合作還是需要 是可以合作的還是需要競爭還是需要對抗 每一個問題拿出來的時候 它在哪一個level 但是你不要說什麼不分清風照白 全部對抗 這都玩不下去了 所以剛才講 你看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帶台北市的熱舞隊去 你知道 我就賭說我們台北市的熱舞隊 一定比他更活潑 他看起來就很自私化 大陸的上海派他們的隊伍出來 我心裡會想說 台灣的還是比較好 因為台灣的跳會比較活潑 英文叫Variation 比較有創作 大陸那個很整齊 那個 是動作不錯 但是他看起來就跟我們就是 有一點不一樣 另外一種文化的表現 另外一種文化的表現 對啦 他就是我整齊畫一這樣 可是我們這邊的話 不管北... 我記得那時候帶北宜女的去 就是他跳的就不太一樣 所以是這樣 兩岸之間其實在某一個程度 是政治制度跟生活方式的競爭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努力的讓我們台灣 成為一個更文明的社會 因為這是說服對方 你要知道喔 台北捷運是台北的家 你看喔 要上次要派對 然後你這樣進去喔 那個七身藍色那個椅子 很多人都站著 那個椅子沒有人敢坐 沒有人敢坐 我是很想坐 但是我都覺得 頭髮不夠白 算了 你一坐下去就被人家做怪叔叔 所以就算了 不要 這個就是文化 那個電風梯會靠右邊 這是台北的文化 人家說這是台北人 他上電風梯自動會站到右邊去 這台北人 捷運會排隊 電風梯要靠右 然後那個 那個藍色的那個 不會做 這就是文化 我們要贏大陸就是要贏這個 我們要讓他知道說 我們是一個更高雅的文明 這需要努力 我跟你講喔 我對台北一直覺得是我們台北的驕傲 他已經啟用26年了 這麼乾淨